好 今天的中文官场 我们要聊的是电动车 包含像是比亚迪要抢工日本市场 还有美国的苹果要决定放弃研发Apple Car 不过今天我们先介绍我们来宾 特派记者李敏珍 到现场帮我们分析 敏珍好 你好 大家好 好 我们现在要讲到中国大陆 我们知道他们近几年 非常积极的在发电动车 包含他们的电动车大厂比亚迪 近年可以说是快速的崛起 不止他们先进攻了欧洲 最近甚至要抢工日本的市场 他们预计要在2025年底 在日本20家销售门市扩展到超过100家 而且希望年销量可以达到3万台 而今年比亚迪的销售目标 是一年可以卖出450万辆的电动车 希望可以成长50% 但是因为比亚迪在大陆的市占率 已经接近是顶峰了 所以要再往上突破 其实是有难度的 所以现在比亚迪呢 也瞄准要布局东南亚 还有美欧的市场 甚至这个号称进口车进军的日本 也是他们的目标 加上现在其实日本最近 环保意识提升 所以看得出来电动车的需求 可能会增加 而且可能会是一波新的商机 我们要来请教敏珍呢 为什么比亚迪选日本 那他们如果想要进军日本 有没有什么比较可能会面临的挑战呢 现在比亚迪他要进军日本 基本上他会遇到几个挑战 首先第一个就是日本 他汽车产业是非常的排外的 那么在汽车销售历史上面 日本他向来都是不是那么好进入的 所以日本的市场又被称为是 进口车的禁地 禁止进入的禁地 那么他们本土品牌就占据了90%以上 那么是剩下10%才分给外国的品牌 就连美国的汽车龙头福特 他在历史上也曾经是两进两出日本市场 那么最后都还是离开了日本市场 那么到了近期电动汽车龙头特斯拉 他在2021年的时候 在日本的销量也只有5200辆 那么相比当时特斯拉 他卖到中国大陆的车 是已经可以卖到48.41万辆 是形成相当鲜明的对比 那么除了日本市场 他比较排外以外 第二个挑战就是他的量比较小 那么就有数据显示 日本汽车进口协会 他2022年调查的数据是 日本进口的纯电动汽车销量 也只有14000多辆 那么是第一次突破1万辆 所以不但他的销量基数少 他的增长率也不高 只有66.6% 那么为什么有这样的挑战 可是比亚迪他还是要选择日本 那就可以来看一下 因为相较其他地方的市场 其实比亚迪对日本是格外的重视 而且他们也比较早就进去了 在1999年的时候 比亚迪是以IT的产业 有涉足了日本的市场 那么到了2015年的时候 比亚迪又一次向日本京都 投放了电动的大巴士 那么是受到好评的 所以接下来 现在目前比亚迪他目前占据 日本的电动大巴士 是有占到70% 也就是说比亚迪他对于日本市场 是不陌生以外 他还有一定的基础 再来第二个原因是日本政府 近几年是正在大力的推动电动车 2021年日本官方就有宣布 他们是将纯电动汽车的最高补助 从40万日元提高到了80万 因此外界评估 日本纯电动汽车的市场 是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那么这对于想要进入日本市场的比亚迪来说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总结来说 比亚迪纯电动汽车进军日本 与其说是为了销售新车 不如说他是把日本当做一个练兵场 就是先从对公销售的大巴以后 他现在是对私人消费的市场做一个探索 等到可以总结他的销售经验以后 就可以作为拓展国际市场 定下一个很不错的基础 是的确现在这个电动车厂 要在其他国家销售 都是要先试一下水温等等 才看有没有机会再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这个电动车市场非常的竞争激烈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很多果粉其实本来都非常期待 苹果可以研发自己的电动车 就是Apple Car 但是现在这个消息可能要让果粉失望 我们来看到现在这个 美国彭博社他们就报导说 根据这个苹果电动车 他们原本研发了十多年 而且投入了数百万美元 在研发这个Apple Car iCar 结果最后被决定是不具有可行性的 那这一些原本在研发iCar的研发人员该怎么办呢 大概2000人的团队 预计可能他们会转到人工智能部门 而剩下的员工就可能会面临裁员 但是这个苹果造车梦碎 其实导致他们出奇不易的退场 反而让中国大陆造车新贵松一口气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最近这几年全球电动车市场并不是非常乐观 包含像是特斯拉他们也下调了汽车的价格 另外还有通用汽车福特汽车 他们也推迟了投资 甚至撤回了相关的生产计划 我们想要请教敏珍 现在电动车市场他们到底是有多激烈 为什么苹果他们退出研发i-car 那这个中国大陆的企业这么感觉好像看到曙光 是 现在的确现在电动车的领域的竞争 可以说是进入到很白热化的阶段 那我们从中国大陆的市场来看 2023年开始就有公开的资料显示 是有超过40个汽车品牌是宣布降价 那么到最近讨论度很高的就是BRD 它部分的车型降价超过了10% 还有一个新的混合动力车 它是只卖台币35万相当的便宜 比燃油车还便宜 所以在这之后就有更多的大陆汽车品牌 也跟着宣布我就是都要降价 大打价格战就对了 那么现在苹果公司它出其不意 决定要结束长达十多年来的 电动车的造车计划 彭博社就形容 包括特斯拉在内的车商 是可以松一口气的 因为现在电动车它市场的增长是有所放缓的 没有了苹果除了少一个竞争对手以外 这些汽车企业还有可能从苹果公司 挖角到一些工程师之类的 那再来其实在苹果宣布这个讯息之后呢 大陆许多知名电动车的老板也好高管也好 他们都纷纷做出了评论也就是惊动到他们了 那就像小米首席执行官雷军他就说 看到这个讯息他感到相当的震惊 还有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也说 2023年的时候他可能和朋友还有同业间就讨论过 汽车行业新加入者除了苹果以外 会在2024年全部出牌 那么到了2024的后10年就会进入了淘汰赛 他们都没有想过苹果会在2024年宣布要退出 那最近营收表现很亮眼的理想汽车创办人理想 他也评论了苹果放弃造车选择聚焦AI是正确的 那么我们从上述这些评论来看 其实可以感受到大陆的造车行贵就这些品牌的老板们高管们 他们其实都把苹果当成是一个很大的竞争对手 所以苹果造车的一些动向他们都是相当的关注 的确可以不难想象他们把苹果当成一个很大的对手 因为毕竟很多人对苹果这个品牌是非常死忠的 所以一定是会抢走很多市场 不过现在他们看起来也是松了一口气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敏珍今天到现场帮我们分析 谢谢敏珍 好的我们来看到现在呢 中国大陆他们针对快递业者要寄出了新的规定 是什么新的规定呢 每一个包裹都必须要送到家门口 送货员不可以擅自放在驿站里面 而这个新规定推出之后 当然原本半个小时就能送完的货 就送货员可能要花一整天的时间 现在大陆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包裹堆积的情况 还有大批的送货员要离职的情况 500个早上先搞500个 就在大陆官方寄出最新的快递新规后 不少大陆送货员记录工作日常大土苦水 每个单元都给它排好 然后一家一户的上楼梯的上楼 无论客户住几楼有没有电梯 送货员都必须送货到府 不能擅自放在集中包裹的驿站 否则将罚款1万以上3万以下人民币 这样一来大大增加送货员的工作时长 送到驿站30分钟就搞定 一家一户送到晚上9点钟都干不完 堆积如山的包裹送都送不完 陆媒报道新政推出后 大批送货员崩溃怒喊离职 相关话题冲上微博热搜 还有部分快递站点已经无法正常运作 快递大量挤压堆积 大陆快递新规引发民怨 还掀起送货员离职潮 多家物流业者紧急推出应对措施 袁通宣通表示将依靠智能语音和科技 来协助送货员和客户的沟通时间 我们的无人配送车行驶在道路上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 通过5G的技术路边的红绿灯可以实时的传输到我们的无人车上 为了提升物流效率在北京自动驾驶示范区已经启用100多辆可以侦测红绿灯行人 还有闪避街道障碍物的自动车运送包裹 好我们来关心中国大陆全国的两会政协会议在今天率先登场 而外界本来预期两岸还有台湾议题呢 结果在政协主席的报告当中 琢磨不多也没有提到反台独的字眼 不过与会的代表包含像是艺人像是男星近东就说 希望有机会还可以再来台湾 知名陆剧狼牙榜男星近东 西装笔挺出现在中国大陆全国政协开幕 因为我在05年06年也去参加过金马奖 也很喜欢来台湾 也很希望以后能有机会可以经常去 一正双期的还有资深香港歌手邝美云 也瞬间港区人大代表大谈两岸问题 只要有信心有爱 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就是要团结起来 所以两岸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是自己人 中国大陆全国两会人大会议五日才开幕 但先宣布今年首度不举办总理国际记者会 并面对外媒提问军费 回应称比美国第一 据问到中美关系就拉近台湾议题 甚至串访中国台湾地区 这些做法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 干扰两国正常的交往 美中台关系将在520赖清德就职总统后迎来新局 但是主管对台事务的大陆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工作报告 两岸篇幅非常短 从两会代表到全国政协主席的对台湾议题都是软基调 而且王沪宁的签字报告当中完全没有念到 反台独以及折热共识等首席的两岸关键字 以上TVC的朱光宏陈永文在北京的采访报道 澳洲跟东协国家在墨尔本举行峰会聚焦就是南海的问题 而澳洲的外长甚至宣布在未来四年要投资 大约新台币13.1亿元来促进东南亚的安全跟繁荣 而这也被外界解读为澳洲是想要联手东协 来对抗大陆在南海不断扩张的势力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氏和马来西亚总理安华 以及东南亚领袖四号齐聚澳洲墨尔本进行特别峰会 重点讨论大陆在南海的势力扩张 澳洲外长黄英贤宣布 未来四年将驿注约合台币13.1亿促进东南亚安全 他同时强调南海作为自由开放的海上通道 对东南亚地区的贸易至关重要 澳洲智库曾指出过去五年大陆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这次澳洲联手东协聚焦南海 外界解读就是要对抗大陆势力 多次抨击大陆在南海从事挑衅活动的菲律宾 外长也在会议上表态愿意合作 近期大陆军舰在南海近距离靠近菲律宾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对外声称情况令人担忧 非国驻美大使还向国际疾呼情势紧张 但对此大陆反击是菲律宾罔顾事实炒作南海问题 TVBS新闻夜居宏林明珍综合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 大陆军